再來看晚間的C星報道 今天下午呢 桃園起農務 機場能見度只有一千五百公尺 導致新宇航空 還有太越捷航空 各有一架班機受到影響 分別先斬降了嵩山跟小港機場 到了晚間才又飛抵桃園機場 最多延誤了四個半小時 不過因為是天候因素 多數旅客都能夠諒解 一片汙茫茫 九號下午桃園起大霧 再看看桃園機場 同樣汙茫茫一片 桃園機能見度只有一千五百公尺 雖然還沒達到管制標準 不過部分航班還是受到影響 旅客行程遭到延誤 一共兩架班機受到影響 分別是新宇航空JX841航班 原本表定下午四點半抵達桃園機場 先轉降嵩山機場 晚上才又抵達桃機 延誤大約兩個半小時 至於太越級航空VZ562航班 則是先轉降小港機場 晚上才又抵達桃機 延誤四個半小時 看看桃機標準 能見度低於五百五十公尺 才會管制 即使可以依照機種 焊線況做判斷 雖然旅客行程被延誤 不過這天氣狀況 實在難以預料 好 記得有綜合報導 就這樣看見到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